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它也可以防污还有防霉 以现代的商业空间而言 它还可以耐燃 好的壁纸还可以让你调节湿度 像我们常提到的所谓的硅着图 现在新一点的壁纸 它除了抗净电 还有低胛权 重要是它符合我们所谓 绿色环保的一个规范 以上都是我们所谓 有功能性的壁纸 这一点是谢老板提出来给各位做参考 没有想到壁纸也有这么多的功能 我想请谢老板来进一步帮我们介绍 这样子的功能对我们的生活 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太潮湿的地方不能贴壁纸 那我想只是以前传统的观念 现在比较新的壁纸 尤其是有功能性的壁纸 所以无形之中还可以帮助 我们日常居家的一个生活 举个例子来讲 壁纸现在有防刮耐磨 所以你在公共的空间里面 譬如说廊道走廊 你运用这些所谓耐刮耐磨的壁纸 我们在移动之中基本上 比较不容易留下痕迹 所以你易于保养 第二个有些壁纸 事实上它有一个防水的功能 那防水它就可以做一个调节 一个动作 所以里面比较防沉防污 它不容易在这个墙面遭受到 第一个有一些痕迹或一些水痕 或者一些发霉的现象 我想这也有助于我们居家生活 的一个整个清洁方面 那第三像台湾都地震 所以透过壁纸壁布的方式 因为壁布是经纬经纬之 它有一个弹性在 所以有时候在地震摇晃的时候 不会像油漆在壁面上 留下均裂的一个痕迹 透过贴饰壁纸的方式 然后整个墙面它会觉得更完美 你会觉得说日常生活真的很方便 所以现在的壁纸 其实有它的一个功能性在 你可以针对你的一个居家需求 你去贴 比较适合属于你使用上 你觉得方便予以整理 那更重要 能美化居家的一个氛围跟风格 我想这都是功能性壁纸 对于现代生活的一个帮助 在网路上呢 有看到一个名词 叫做会呼吸的壁纸 我想请谢老板来帮我们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什么叫做会呼吸的壁纸 那有别于台湾的传统壁纸 一层纸 上面一层膜 那我们常说太潮湿的地方不能贴壁纸 对不对 以台湾壁纸而言 是 是对的 可是以进口壁纸而言 因为它本身在组织它的基底 基本上所谓的不支部 那不支部呢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有气孔的壁纸 会呼吸的壁纸 运用这样的壁纸 它有个好处 譬如说 现在假设是冬天 那可能比较潮湿一点 因为它有气孔 它有气节 它会呼吸 所以它在表面可能为湿 那你只要把除湿机打开来 事实上这样一吸 整个壁面又是非常干爽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调节 所以以往我们说的 太湿的地方不能贴壁纸 对不对 我想慢慢这样的一个观念 会藉由有气孔的壁纸 会呼吸的壁纸 我们打破这种 比较传统的一个方式 跟打破我们传统的一个想法 跟观念 另外我跟大家稍微做一个解释 其实不管壁纸壁布 大致上有分为所谓的面料 跟底材 其实不支部 它就是一个会透气 会呼吸的壁纸 藉由这样的一个戒指 那变成说 我们有很多的一个面料 比如说回收的食材 比如回收的金属或玻璃 它都可以透过面料 去搭配它的底料的方式 你可以有更多的一个选择性 那它也无独环保 而且它比较有一种张力 所以运用在壁纸上的话 我觉得它可以使用的范围 会更为广阔 而且你在使用上 你会觉得更为安心 那对于日常生活 又多了一些便利性 我想使用会呼吸的壁纸 让你的居家 你也觉得 我每天是在一个 会呼吸的空间里面 既然聊到了功能性 我们当然就要聊一下 所谓的隔音 想请谢老板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隔音壁纸 又是怎么样子的原理呢 我想在现代 比较都会的城市 最怕的是 第一个被打扰 第二个打扰别人 所以如果能有一个壁布 它基本上除了美观以外 它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功能 就是降噪 然后让整体室内 我们不要去影响别人 也不要让别人来影响我们 这一点吸音壁布 隔音壁布 就是可以发挥一个最大的功效 它的原理其实就是在 面材的底部 加上一个隔音的类似泡棉 或者是吸音棉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整个空间 譬如说 我们今天要一个剧场 譬如说 我们今天有百万千万的一个音响 我们希望在里面 我们能独享 可是我们又不会去吵到别人 那譬如说 家里刚好有新生儿 我觉得都可以透过这样 有功能性吸音的壁布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让噪音更低 让生活更为便利 我们不会去影响到别人 也做一个好邻居 如果我们今天要选择功能性的壁纸 那有什么是要注意的吗 我想要针对你的一个空间属性 比如说我们今天 小孩子常常会在狼道里面 跑来跑去 或者是走廊 比较多人会进出 那我们就选择 防刮 耐磨 然后让整个空间 比较易于保养 環境里面 可能比较易于潮湿 那我们可能选择 它比较防潮 让整体的那个空间 比较不容易发霉 那再来就像我刚刚讲的 也许你有百万 千万影响 你希望独享 可是不要去打扰到别人 那我想在空间属性方面 你就可以选择针对你的需要 去选择你想要的一个壁布 或壁纸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来呢 就想要请谢老板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如果今天是使用商业空间 的功能性壁纸 有哪些呢 我想我们刚刚有讲到 其实在民宿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餐厅 你可以选择非常多 比如说大途壁纸 非常有个性的壁纸 当然有点功能 很重要就是所谓的耐燃 耐燃就是万一有发生一些 比较特殊的状况 你可以保障里面人的一个安全 我们刚刚也讲 譬如说民宿 我们到民宿 我们就希望能放松 也许会吵杂一点 我们也可以透过 所谓功能性的壁纸 壁纸 让里面的噪音 不会去影响到别人 在民宿居住的人 他会觉得更为快活 更为自在 我想这都是功能性壁纸 对我们日常生活 不管你去用餐 食衣住行方面的一个帮助 今天非常谢谢老板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有任何跟壁纸装修相关的问题 都可以问我哦 下一集 谢老板将跟各位分享 品牌怎么跟壁纸结合 未来壁纸发展的一个趋势 记得锁定哦 好的 本节内容就是这样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开启小铃铛 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观看 客观看 请不吝点赞 再见 感谢观看